-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志玉,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先來介紹今天來賓,今天要介紹是我們的財經專家黃世聰,宗哥好,志玉好,大家好,還有我們的朱月忠老師,老師好,大家好,還請到我們雙周的總主比呂國珍,國珍哥好,志玉好,大家好,還今天請到了淡江大學戰略所的助理教授林穎柔,穎柔你好,志玉好,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好,我們首先趕緊帶您來看看,大家還記得嗎,那個驚悚的畫面,美國的巴爾地摩港旁邊的大橋被一艘這個貨輪整個橋給撞斷掉,好,現在傳出了陰謀論,大家說這個中美對峙啊,然後中美科技大戰啊,各種啊,現在有人說那個船是被中國控制,然後控制它去撞大橋,故意要癱瘓你的巴爾地摩港,有可能嗎,我們來看現在網路上,哇,船的跟真的一樣喔,他說中國是幕後, 的黑手,然後呢,在這個網路上,這個社群媒體X當中,有很多的這個非常厲害的網紅,各種分析,然後幕後一直指向就是中國搞的鬼,他說啊,中國用牽引技術,然後呢,讓這個船斷電,然後控制它,撞橋,然後再讓它恢復供電,哇,聽起來很,很玄啊,那有這樣的一個可能嗎, 一開始呢,有人講是不是恐怖分子啊,然後美國說啊,應該不是啦,有人說啊,以色列來攻擊了啊,然後有人說是網路攻擊, 駭客入侵那個船啊,控制它等等啊,然後FBI說,我就沒有看到恐怖攻擊的證據,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是說,中國在背後, 有這個可能性嗎,問問有,好,我們先說,為什麼今天會有可能,有這樣的說法,說是中國,其實這幾年的話, 美國它一直在推動一個政策,就是所謂的CMMC,就一個就是網路成熟度的一個模擬模型, 它簡單來說就是,不准許中國的廠商,參與這種關鍵基礎建設啦,或者是這一些,跟這個網安啦,任何系統有關的一個措施, 所以其實今天它為什麼有這樣的訊息出來,它其實是有一點嗅到美國政府接下來的味道, 它會希望利用這個說,哎呀,這個就撞過來,就是中共弄的,就是阿公的陰謀啦,等等的, 可是說實在,今天它有沒有這麼厲害,它今天是控制哪個端點,去做這樣的衝撞呢, 今天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去看,因為其實我們看這個說,船上的黑盒子, 還有什麼相關的航行紀錄,其實裡面有一點提到的就是說, 這艘船它過去,就已經是什麼呢,前科雷雷, 它已經撞過一些什麼,我們要看是在這個一兩年前,它其實就已經出現過什麼, 船的底下的推進器,簡單來說就是安檢不過, 那你如果一艘船的推進器,就等於它動力這個部分,安檢不過的話, 那不是很危險嗎,那第二個呢,再來是什麼呢, 它在2016年也曾經出現過一次海上的事故, 在比利時的時候,就已經撞過一些事故了, 所以代表的是這艘船,或許它的性能就有問題了, 而且其實今天大家會講的是,如果你說你是在一個恐怖攻擊的話, 它不太可能是,今天是控制這艘船, 應該是要去控制岸上的導航系統,還是什麼才對, 就網路攻擊來看,應該是要去駭入岸上的系統, 而不是這艘船的問題,所以其實就目前, 來看的話,比較大的一個可能, 可能還是在這一個船的人員的勞累, 或者是什麼,因為我們要想一下, 在之前,連美國海軍都出現過這種撞船的海上意外, 因為我問你,因為美國現在正在研發一種技術, 就是遠端操控它的貨輪, 然後它遠端操控,所以今天才有人說, 那這樣的技術是有沒有可能被絆倒的, 我遠端操控,我可能, 所以他們才講說,可能是中國在遠端操控這個船, 讓它去撞橋,這一個的話,我們要先說, 無人船的一個技術,其實說實在啦, 無人船的技術,最近在日本這邊非常的行, 他們之前在進出的東京灣,注意喔, 東京灣是很繁忙的一個海域, 它在這邊的話,都可以成功的去避開, 然後順利的進去,說實在,剛剛我們講說, 說如果水手很累的話, 那理論上我就無人嘛, 無人去器材,不是就好了嗎, 可是今天這個無人器材, 我們先說技術上是可行的, 它的一個伺服器, 會不會很重啊,笨重什麼的, 其實是沒有, 它主要是放在一個類似貨櫃大小, 就等於說,我們看這招這一個貨輪, 它上面有上萬個貨櫃, 一個貨櫃上面放上這個系統, 就可以了, 然後再結合按上, 但是就目前來看的話, 它走的一個平寬是什麼, 目前來說,這種系統很多都是用, 以前講我們用GPS, 在大海上面可以用GPS, 可是如果你在進港的話呢, 進港上面如果大家都用這個訊號, 會不會同時間撞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的是, 未來的話,這種無人載具啦, 無人機啦, 無人船, 基本上問題都不大, 那個操控是可行, 可是如果你要放大到大型的貨船, 跟小型的無人艦艇, 這個又不一樣了, 因為小型的無人艦艇, 它其實就是可以鑽啊, 可以跑啊, 講白一點就是比較靈活度比較高啦, 可是如果你是這種貨輪的話呢, 基本上它今天會使用這種無人的一個系統的話, 一個是遠程的跑, 因為你設定好路線就不用管, 讓它慢慢跑, 但是如果在繁忙的航道上面, 它最重要要最忌諱的就是碰撞, 所以其實現在有說的是, 你有沒有可能會因為, 原本以為要撞到一艘船, 然後緊急轉向, 反而撞到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是現在在無人系統上面, 碰到了一個比較小的, 那如果戰略上呢, 我們看到網路上非常多的討論是說, 即便這一次, 他們說不是中國搞鬼, 但是他說要給美國政府提個醒, 就是中國很可能利用這樣的遠端操控, 駭客什麼樣入侵的技術, 控制什麼樣的一個民間的船舶, 或民間的飛機, 去攻擊美國的基礎建設, 基礎設施有可能嗎, 這個的話絕對是有可能的, 因為只是說今天它有可能, 像我們講的911事件, 當年911, 誰會想到, 它用民間的客機, 撞上去這一個重要的這些建築物, 那現在來看的話, 我問過一些駭客的朋友, 他們說其實, 你有駭客朋友喔, 資訊安全研究朋友, 他們在跟我說, 你要去駭盪這個船, 說實在比較難, 因為船的航行, 它可能這網路是比較封閉, 反而是什麼呢, 今天的橋跟岸上的系統, 這一邊是人進出的問題, 這邊人的漏洞會比較大, 這也是其實我們經常講的啦,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到後來, 其實會泄漏這些機密, 或者是這些, 有一些漏洞的地方, 往往其實不是系統, 而是人為的疏失,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了, 現在網路上陰謀論, 所以今天趕快, 我們請到專家來跟大家破解一下, 是有可能嗎, 現在什麼事情都上升到中美對決嗎, 巴爾地摩橋斷了, 現在也是中國在背後搞的鬼嗎, 這是目前在網路上流傳非常多的討論, 好, 那麼繼續呢, 趕緊帶大家來關心這個消息, 很重要, 下個星期我們一回來, 大家最關注的就, 00940破發了沒有, 好, 我們來看009404月1號, 剛好愚人節要正式的挂牌上市, 那挂牌價10塊錢, 會破發嗎, 我們來看都還沒有挂牌呢, 來, 淨值已經跌落10塊錢了, 票面挂牌價都已經跌下來了, 那於是大家就趕快來好好的問一問, 4月1號挂牌下禮拜一, 好, 破發了很嚴重嗎, 破發了很恐怖嗎, 還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它呢, 我們來問問時同哥, 對,沒錯, 事實上最近大家都在問說, 那00940怎麼辦呢, 像我很多朋友來說, 都申購就是百萬百萬等級的, 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假設破發怎麼辦呢, 沒關係嘛, 你把它拿來當長期投資就好了嘛, 那為什麼大家會那麼擔心呢, 因為主要是00939嘛, 對不對, 它這個15塊這個挂牌之後, 沒想到它最低, 跌到14塊3毛4, 你知道那幾天就出現非常多奇妙的數字, 大家都在這邊罵, 好像有一點在罵這個939的狀況, 但是你看它現在也來到14.8, 慢慢的也往這個, 它要回到它的挂牌家去了嘛, 那這個00940來說, 因為它現在下禮拜一挂牌, 就是這個4月1號挂牌, 但是它有, 因為它已經有佈局一些, 它有公佈它的淨值, 它的淨值你可以看到, 從前幾天還沒有, 都是10塊嘛, 後來開始佈局之後, 可能受到股價的這個影響, 就開始公佈它的這個淨值, 那今天它在這個今天下午已經公佈它, 所有的這個成分股嘛, 那事實上, 我認為來說話, 大家在買這種高股息的ETF的時候, 你本來就不要用短線的心態去看它嘛, 你用短線心態去看它就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 歷史上高股息的這個所謂的ETF, 破發了比比皆是, 我們給大家講兩檔, 一個是0056, 是0056呢, 它在2007年的年底的時候成立的, 它這個ETF挂牌是25.2塊, 25.2, 對, 各位知道它最低曾經跌到12.82, 就是腰斬, 那你想說腰斬完蛋了, 這個怎麼辦呢, 而且你知道它號稱是高股息嘛, 對, 它成立沒多久的時候, 08年沒有配息, 10年又沒有配息, 因為那時候真的景氣非常糟糕, 我們那時候金融海嘯的關係, 但你可以看它慢慢, 話也往上爬, 爬到現在你看它也來到40.1塊啊, 對不對, 如果你在當時說, 我買了糟糕, 完蛋, 砍掉, 你就砍到低點, 我們來看它是幾年, 它07年灌了嘛, 現在24年已經50塊嘛, 已經到這個40, 所以你看它很快就回去了嘛, 它們後來大概10年左右, 就回到這個價格, 好, 那我們就講, 你就可能在期待這個時間點, 我短線操作把它賣掉, 可是你看哦, 如果你擺廠到現在為止來說, 我們用漲幅來看, 如果用掛牌的時間, 25塊來算的話, 它漲幅大概約莫是大概58%, 但是問題是它這幾年配給你的, 已經配了23塊多, 幾乎是你原本的成本了, 所以你現在放的是你完全就是你的獲利, 近賺, 對, 所以你要用這種心態就沒問題了, 另外一個就是00929也是一樣嘛, 你看00878, 00878它是2020年成立的, 它是15塊的淨值, 你看它最低也曾經跌到14.21塊啊, 最低也曾經跌到, 那個也是一掛馬上就破發, 對就破發,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有人會吃你豆腐, 或是你進場的時間點,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你可能會面臨到破發的這個狀況, 但是你可以想, 很快它調整之後, 也是又上來了嘛, 對不對, 它目前會只來說22.71, 如果我們用股價來說, 它大概是漲50%, 但如果你用配息來說, 它大概這幾年配了4塊多, 所以你看也是報酬率, 其實4年多, 漲50%配4塊, 這其實算不錯啊, 只是你在短期間之內, 把它賣掉之後, 你當然就, 討不到便宜嘛, 所以我才說你ETF來說, 你千萬不要用, 短線的這個角度去看它, 另外一個,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下一張, 我們在買ETF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要注意到, 所謂的溢價率, 就是說你的溢價越大的時候, 就是我們知道ETF它其實是, 我們在交易的是一個ETF的憑證, 但是它其實有一個母股在那個地方, 就是它每天的淨值, 那我們盡量挑什麼, 因為這個所謂券商, 或是說相關的單位, 會公佈所謂ETF, 跟它淨值的這個價差, 你盡量不要過分溢價去追, 那當然如果是跌價的話, 那當然是, 當然可以買啦, 趕快買賺到, 好, 那之後我們就講, 這張下禮拜一的這個, 940掛牌的時候, 我覺得它不會太差啦, 為什麼不會太差, 因為第一個這個元大這一次, 他花了非常多精神, 在弄這一檔的ETF, 他絕對不希望說, 這ETF出來之後, 這個股價往下跌, 這個對他來說, 也不是很好看, 很掉漆啊, 那這個當裡面來說的話, 造勢者就非常重要, 因為通常他們發行商, 都會跟造勢者一起來, 那造勢者負責任務是什麼呢, 譬如說你看, 他如果溢價過高, 譬如說溢價過高的時候, 他就想辦法賣出他的ETF, 賣出ETF, 平抑那個價格, 但是反過來, 如果ETF的這個, 他就會去把他買回來, 也就是說他希望維持, 因為這個列入, 我們這個相關單位的這個考核, 就是說他會評估說, 你這個造勢者, 造勢者怎麼樣, 或是說你這個發行商, 你一定要有這個責任, 你要讓他的這個市價, 跟你的禁止, 不要差距過緣, 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這個941, 這個中信馬上就出來說, 這個溢價過高, 他警告你會有風險,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才說, 券商或是說造勢者, 他會有這樣一個責任, 那時鐘哥最近網路上, 大家都討論很多, 說像939的狀況, 他就說我一掛了之後, 結果統一啊, 什麼元大, 自己在那邊給他賣超, 但其實那是一個誤區, 對不對, 沒錯, 那是誤區, 他為了要平, 為了要平抑這個價格, 或者說讓整個市場, 交易量會比較活絡, 有時候為什麼會, 這個股價會表現的, 這個波動很大, 就是他市場的, 攻擊量比較少, 如果你把他攻擊量, 比較多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會比較容易, 回到這個正常的價格, 像941就是這樣, 他的攻擊量太少, 所以他出現溢價的狀況, 如果讓他增加, 增加這個所謂的發行量的話, 他或許就會回來, 增加發行量, 你會顯示在我們, 因為我們這張所, 都會公布籌碼, 他就會顯示在賣超, 賣超裡面, 然後大家就一看就說, 他賣超, 不是嘛, 他是造勢者, 他應該要賣超, 那我們就看吧, 因為你ETF上市之後, 他本來就跟你的, 你買賣的東西, 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你當然要追蹤, 像今天公布人家, 他所有的成分股, 你就去看, 他的成分股怎麼樣, 然後他的成分股的變動, 當然會影響到禁止, 他的禁止也會影響到, ETF本身的這個價格, 那基本上, 我們是提醒大家, ETF有兩種, 一種就是價值型的ETF, 就是說像這種, 所謂高股息這一種, 另外一種是市值型的, 市值型像0050這種的, 或是00941這種, 你要看你本身的心態是什麼, 如果你是要買, 我要長期投資配息的話, 那OK啊, 我覺得長短套, 我覺得其實都不是太大的, 這個問題, 那還有一個問題, 問石東哥, 因為現在你看到, 現在大家還說, 那央行升息就是因為00940, 說市場油資太多, 所以我要收錢, 我加這個升息, 有這樣子的講法嗎, 台灣的ETF有到過熱嗎, 台灣ETF有一點也不過熱, 大家想說這幾天, 哇這個什麼, 這個939,940, 還有接下來944, 這個高股息大家都要買, 其實我覺得這是好現象, 就是說台灣慢慢往高股息的方向去,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 大家可能用一個比較, 但是大家用一個比較中長線的心態, 去做這個ETF, ETF本來就不是什麼標股, 你在那邊想什麼, 你想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ETF, 像這個919, 真的表現得太好了, 而且去年的上, 878表現太好, 短時間就漲20%30%, 大家都認為說, 高股息會這個樣子, 其實那都是一個, 那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所以大家不要用這樣的想法去想, 那我們就講, 目前為止, 我們台股大概ETF的成績要量, 占3%, 我們統計算, 3%其實很低, 為什麼, 你可以看, 我們看歐美的市場, 以這個美國的市場來, ETF你看它的規模, 跟它的交易量, 規模是30.7, 交易量是12.7, 對, 因為這個ETF通常, 它是被動型的追蹤指數, 尤其是巴菲特, 其實它前幾年就一直說, ETF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標準, 所以在美國人心中, 他們買就是買ETF, 對他們來講很平常, 那而且他們都是比較偏向中長期投資, 所以你看, 你看它規模是30.7, 但是它成交量12.7, 表示它的規模, 跟它的成交量不成正比, 大家比較少在交易的感覺, 大家買了就放著, 對就放著, 所以他們有三成, 美國股市三成都是ETF, 但是它成交量只有半, 占10%, 我們才多少, 我目前才占13%, 其實都很低, 所以我才說, 這個台灣ETF, 現在才跟剛開始要發展, 那也不要說, 這個可能939, 或是940, 假設它真的破發, 之後大家說, 這個高股息, 這個很不好, 不是不是, 你千萬要用一個, 比較中長線的角度, 我們剛才給大家看過, 0056跟00878, 都曾經破發過, 但如果你在破發的時候, 去買的話, 中長期來看, 你一定還是贏家嘛, 對, 所以不用緊張, 謝謝四中哥, 我們今天呢, 趕快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00940, 萬一破發會怎麼樣, 其實最終就是, 你到底為什麼要買ETF, 你買它不就是, 你要每個月穩定配息嗎, 那你怎麼會, 既然買了要每個月穩定配息, 你就不會賣啊, 那你不會賣的話, 配息給你不就好了嗎, 所以呢, 買ETF, 其實你要弄清楚, 你為什麼買嘛, 那於是呢, 這期的商業周刊, 這個話題太熱了, 所以直接用整個封面的篇幅告訴你, ETF改寫了台股啊, 就算你不買, 也請你要好好聽, 你要好好了解什麼叫ETF, 因為人家像美國的成熟市場, 人家是三成都買ETF, 我們現在才3%, 所以呢, 我們來看ETF, 怎麼樣改寫台股呢, 郭正哥, 對, 今年如果大家在投資, 或者是在資產布局的時候, 大家都在想說, 我們要研究AI嘛, 那其實有三個英文單字, 你也必須要懂, 而且是今年非懂不懂, 不可的, 不管你有沒有買00939, 或00940, 或其他ETF, 但是所有的法人, 都受險公司法人, 都在研究這三個英文字, 叫做ETF, 而且還有配所謂的ETF分析師, 然後你要搞懂, 什麼叫尾巴咬狗, 光環效應, 聚光燈效果, 那這個其實是懂ETF, 最重要一件事情, 那我先來說, 什麼叫尾巴咬狗, ETF它其實是, 在發明的時候, 其實它是被動式的, 那追蹤指數, 跟複製大盤的績效, 所以它本來理論上, 不應該超越大盤的績效, 可是我們看這一段期間, 出現一件現象是, 尾巴在咬狗狗, 追著尾巴在跑, 因為整個從3月, 我們攻克2萬點, 這個大關, 這件歷史里程碑, 我們看到外資在賣, ETF其實在進場的時候, 它其實是主導了, 我們的台北股市, 攻向2萬點, 那ETF已經變成是, 大家變了一個, 聚光燈的效果, 所以它變成是, 狗追著尾巴在跑, 所以叫尾巴咬狗效應, 因為它讓資金放大, 效果越來越強, 那當然我們會說, 因為募資太多了, 或者是00939, 00939,00940, 40是空前的, 事實上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數字就可以知道, 其實台灣的ETF, 才剛剛開始, 你必須要懂, 為什麼ETF, 會這麼多人買,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增加1.75倍, 增加8倍, 到金額到1.75兆元, 為什麼會狂飆, 其實我們大家去想, 即便央行升息, 說要把資金收回去, 到1.7%左右, 定存, 事實上還是15年來, 新高, 可是跟所謂的ETF的, 越越配或高股息, 8%10%比, 還是太低了, 所以台灣還有一個現象, 是我們普遍低薪, 我們靠的是年終獎金, 當然年終獎金不好的時候, 大家會期待說, 越越配這個產品, 就會越來越受歡迎, 所以大家低薪, 然後每月的薪水, 又被CPI壓得喘不過氣來, 所以追逐所謂的ETF, 就變成普遍的, 越越配, 就是幫自己創造一點, 被動收入的感覺, 所以這個才會變成那麼夯, 而且你即便加了洗, 你還是1.75%, 其實15年新高, 但是跟ETF比, 你還是很低, 所以資金, 當然會往那邊跑, 所以大家會說, 解定存很奇怪, 不買投資型保單很奇怪, 事實上因為報酬率一筆, 資金自然會往那邊流動, 所以你會看到, ETF規模狂飆, 外幣存款降溫, 因為再怎麼外幣, 現在3.5美金, 3.5到5%, 你還是比ETF低, 當然自然會往那邊, 沒流動, 所以大家開始亂解一通, 以前買的全部解掉, 投資型保單不要了啦, 高收益在買什麼買啦, 外幣存款通通解啦, 通通買ETF, 自然是追求報酬率, 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現象, 這經濟學的現象嘛, 我認真, 我的營業員說, 有尼姑去買ETF, 對, 那當然是我們看到照片啦, 可是你去看, 當你報酬率, 哪一個比較好的時候, 就往那個地方去跑嘛, 而且ETF本來就是一個, 巴菲特, 他們都認為是, 你長期持有了, 本來就應該有, 而且報酬率本來就比這麼高嘛, 所以就ETF的規模, 00940, 所以歐蜜陀佛買這個也很OK啊, 未必, 因為會有更多的學弟會出來, 只要報酬率是比它更高, 錢自然回來會流動, 所以ETF你非同不孔, 再往看下一頁, 我們來講說, 這次產生了什麼效果, 叫做光環效應, 你只要列入ETF的成分股, 它光環自然就打上去了, 所以我們就把所有的00940, 00939這些公司的股票, 成分股被公佈的成分股, 其實事實上真的遠遠超越大盤的表現, 但是光環效應再來就是聚光燈效果, 你一打, 它就會助漲助跌, 請注意我說這個詞, 助漲助跌, 加速它的漲勢, 也加速它的跌勢, 所以壽險公司跟法人, 為什麼要有ETF分析師, 去開始研究ETF的成分股的變動, 因為法人想的比你更仔細, 他想的是, 那以後我的投資布局, 我的績效要好的話, 我不得不去重視這件事情, 當成分股變動的時候, 會怎麼辦, 那我這些持股是不是要做調整, 因為會被放大, 一旦光環打下去, 它就會增加它的持股, 所以ETF分析師, 他真的很重要, 他要去研究, 我有沒有可能搭ETF顺風車, 同時間我也要小心, 萬一它成分股變動, 我要怎麼樣閃避, 助漲助跌的效果, 會被聚光燈打下去, 效果會越來越明顯, 那這個也會, 對於台灣上市公司, 也會產生影響, 因為很多上市公司, 你還是必須是, 你上市的目的是為了募資, 可是你一旦, 你的股息配得不好, 你績效表現不好, 人家就不把你列為成分股, 以後你會很慘, 你就被冷落了, 所以懂不懂ETF, 真的很重要, 你的績效, 你的投資報酬率, 真的會被影響, 所以人家為什麼要進來的時候, 我會看很多上市公司, 也必須要跟著調整規則, 因為我那公司, 我就故意配很多錢, 我就被納入成分股之後, 我就鸡犬升天, 那你是不是能保證高成長, 這也是未來要評估的標準, 不然我進去又被踢出來, 那更如誰, 所以ETF分析是這麼重要, 所以大家真的要懂ETF, 因為它已經在影響台股了, 所以我們再看第二章, 為什麼光環效益跟聚光燈效果那麼好, 因為你看主動型基金, 台灣十大法人, 所謂的基金法人, 都已經變成本土了, 所以這個規模會越來越明顯, 那最後來講, 你到底要用什麼最後一頁, 我們來看你的投資心態, 其實ETF就好像交通工具, 你到底你的目的地是什麼, 如果你需要你有穩定的現金, 退休要過生活, 那你當然可以越越配, 因為你像搭捷運, 每一站都可以下車, 那你隨時都可以領到錢, 那如果你是追求市值型, 因為有市值型ETF, 你就好像搭高鐵, 我目的就要快速搭到高雄, 我就是要賺這麼大筆的交叉, 你中間也沒有要下車, 那你可以追逐所謂的市值型的, 所以觀念是什麼, 你到底目標在哪裡, 你想要到哪個目的地, 所以你選擇搭什麼車, 不要怪交通工具有問題, 是你的心態跟你怎麼樣設定的問題, 所以ETF當然你要懂, 才知道你怎麼樣把你的資產, 做得更好的操作, 跟報酬率拉上來, 對,這個郭文哥講的很有道理, 這一期的商桌一定要去買回來, 而且要放在你的桌上, 因為以後不管你買不買ETF, ETF都會影響到你手中的持股, 所以你先要了解它邏輯是怎麼個回事, 你以後操作上可能就不會被誤傷了, 所以很重要了, 好,那麼繼續呢,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好好聊聊, 台積電呢, 現在大家都對它非常有興趣, 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個產業地位, 非常厲害, 一個人的武林,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從統計數字, 帶大家來看看, 到底接下來的半導體產業, 今年呢,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操作半導體相關類股, 今天我們現場請到的是, 台積院的總監劉沛正, 沛正姐來, 帶我們看, 這個是去年第四季的一個統計數字, 你看到我們常常講台積電是一個人的武林, 它的一個代工的試占率是超過六成, 百分之六十一, 然後三星喔, 它一天到晚在講說, 它快要追到, 快要追到, 但它只有百分之十一, 這當中差五成, 你可不可以從這樣的一個代工的試占率, 帶我們來解讀一下, 各家這個公司, 到底在產業地位上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去年呢, 全球的這個金圓代工的一個試占率, 那麼台積電可以用這個六十一Percent的一個高試占率, 碾壓了其他的一個競爭對手, 而且它的一個試占率事實上是比去年的第三季還要再竄高的, 而且在三星的部分呢, 則是呈現節節敗退, 那麼去年在第三季還有十四Percent, 但是到了這個去年的第四季, 已經掉到了十一個Percent, 所以顯然, 那麼三星先前呢, 想要祭出所謂的一個價格戰, 那麼甚至不惜在做這個技術, 這個製程的一個更名, 但是根本的一個原因, 還是在於量力沒有辦法提升, 所以在這個部分, 依依就沒有辦法彎到超車台積電, 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看到聯電的格羅方德, 相對它的整個市占率就相對比較穩定一些, 那麼中芯國際呢, 也依舊還是在五個Percent左右, 所以顯然整體看起來, 台積電依舊還是站穩, 整個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一個龍頭, 對, 那接下來的產業呢, 我們看到接下來第二季, 第三季了, 第四季了, 那當然呢, 台積電不斷的擴廠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 你看到其他國家其實也都沒有落後, 還是持續在往前走, 那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未來的一個發展狀況, 你又怎麼看呢? 好, 我雖然說在今年的整體的國內外的一個半導體的市場, 當然景氣其實是看好的, 但對於台灣來說, 我們當然未來有發展的一個機會, 但是也伴隨了一定的一個風險, 首先在機會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其實我們在整個生態系, 或者是在群聚效應, 特別是在群聚效應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從竹科, 中科, 南科, 那麼延伸到這個高雄的地區, 那整個西部幹線呢, 都可以說是整個台灣, 不管是在先進製程, 成熟製程, 或者是在先進封裝廠, 那麼其實都有相當的這個群聚效應, 而且生產是具有相當的一個CP值, 所以這個還是相較於國外來說, 是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 那另外呢, 就是在這一波的整個產業的一個市場商機, 已經慢慢的走向全球是一個智慧化的時代, 所以包括了近期AI, 還有電動車, 它的一個市場商機, 當然會持續帶動全球的一個半導體市場的一個發展, 因為它內含的半導體的含量是增加的, 而台灣呢, 像這一波在AI, 其實是搭上了這一波成長的一個列車, 台灣其實是目前是處於在產業, 具有高度發展的一個契機店,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海外投資的部分, 當然也透過台積電, 它投資日本跟歐洲,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幹崗在當地的土地, 或者是水, 還有電的一個支援, 那另外的部分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結合它們的強項, 那包括像日本呢, 就是在光學元件, 還有車用半導體, 那歐洲的部分當然也是它在車用部分的一個商機, 其實相當的龐大, 那當然還包括這兩個國家, 那日本呢, 當然是在半導體的材料, 那另外就是在這兩個國家的半導體的設備, 其實都很強的,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用當地的資源, 用他們的水, 用他們電, 用他們的地, 來做我們自己的獲利, 對, 然後我們也可以跟我們自己的強項, 來跟他們來進行強強的一個結盟,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一個利多, 那也就是說另外一個部分, 可以看到政府中長期, 還是會持續的扶植台灣的半導體行業, 那畢竟呢, 這個半導體還是台灣非常重要的, 戰略性的一個行業,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像是過去我們已經提出了台版的晶片法案, 或者是精創台灣的部分, 那未來呢, 我想針對, 因為各國不斷的在加大這個力道,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 還是會持續, 再增加這個部分, 好, 那當然風險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特別關注, 因為畢竟台灣現在是位居全球, 第二大半導體的供應國, 各國還是非常基於我國, 在這個先進製程的一個優勢, 因為我們供應全球的比重之高,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歐美的現在的設廠成本, 那確實也已經是超出原先的一個預期, 那所以像台積電, 它在煤廠的部分呢, 未來的一個獲利情況, 可能就要特別的關注了, 那另外有關材料跟設備的, 台灣的目前, 其實在半導體的自給率還是偏低的, 那以半導體的這個設備的自給率來講, 大概只有16個percent, 那如果說是國內的平面顯示器, 我們的自給率已經可以達到60個percent了, 所以這就反映台灣其實在設備跟材料這一端, 還是有增強的這個空間, 那另外在人才的一個短缺, 這個是一直存在的問題, 那另外還要面臨來自於中國, 或者是外資的這個部分的競爭, 所以在確實的這一塊, 需要產官學界共同的來, 就這個部分的一個問題來進行解決, 那當然未來長期就是, 業者還是要達到淨零排放的這個目標, 所以國內能不能夠有穩定的綠電的供應, 這個當然也是未來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地方, 對,所以今天佩生姐特別提醒大家, 其實你看到台積電, 哇,你看市占率超厲害, 但其實還是有一些這個, 我們還是要放在心上一些風險, 跟接下來的危機, 那總體來講呢, 到底我們接下來應該要怎麼做, 可以讓這些危機都米平呢? 好,我想首先可以從三個面向來做一個思考, 第一個從競爭力的一個策略, 當然我們還是要深掘我們的護城河, 那這個當然比較指的是, 在先進製程的一個部分, 要持續加大跟其他競爭對手的差距, 那另外強態的這個強化生態系, 主要還是比較指的是, 剛剛提到的設備跟材料, 這個比較弱的環節, 那另外利用打群架的方式, 我覺得很高興就是近期可以看到, 台灣包括像是聯電集團, 聯發科集團, 或者是神盾集團, 他們都透過這樣的集團的一個方式, 來擴大他們的產品, 還有再應用別的一個多元化, 這個都可以藉此拉抬台灣整體的競爭力, 那另外在總體戰略的規劃, 就會比較站在政府的一個角度,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 國家可以站在一個高度, 來怎麼樣去破壞我們整體的國家的戰略, 同時編列比較積極性的一個預算, 來對抗就是國外現在大舉的, 來扶植半導體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強化半導體的政策, 當然現在國內有七家的半導體學院, 這個部分其實都是要培育前瞻性跨域的半導體的人才, 那另外在強化營運的一個環境, 目前我們還是要持續掌握, 那麼像是核心技術的部分, 像是近期在AI的市場的一個發展, 那另外也是可以建立一個捷徑, 就是說讓業者可以做這個整併, 那進行這個國際化, 都可以拉伸整體產業的它的一個競爭力, 那同時政府絕對要在禁令排放上, 是要扮演半導體助攻的一個角色, 那我想藉由這三個的一個策略, 那麼至少可以穩固我們現階段, 在台灣這個全球第二大半導體供應國的地位, 對,好,非常謝謝佩仙姐今天來跟我們聊, 是接下來整個這個半導體產業, 它有一些危機還有一些風險, 但是同時間如果我們大家大力支持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擬平這些危機, 然後繼續往前走, 好,我們來看, 終於等到了小米的車, 現在要正式的登場了, 而且價錢都出來了, 小米這輛車可以說是現在是較好, 但有沒有叫做我們要觀察一下, 但是它的價格又是一向是小米, 它所謂的價格屠夫, 就是它的性價比非常高, 好,我們來看它這輛車, 直接致敬Tesla的Model 3, 然後它的價格呢, 你看, 標準版的售價, 新台幣95萬, Tesla的Model 3要賣多少錢, 108萬, 我就是比你少13萬, 這個差距很大哦, 然後你說你賣這樣的價錢, 會賺錢嗎, 你看雷軍怎麼說的, 人家大老闆沒有差那個錢, 有些人想的跟你不一樣, 他說我要搶市場, 反正我是虧錢賣, 我就多虧一點, 所以讓消費者開心一點, 小米的車, 這一輛SU7, 到底評價如何, 施東哥, 對,沒錯, 事實上昨天晚上的時候, 很多中國的民眾, 或是台灣有非常多的車迷來說, 都在看這場直播, 那小米的展示, 他的新的車子, 是SU7的這台車子, 那是為什麼, 那直播的時候, 最多曾經有三千七百萬人在看, 三千七百萬人比台灣人還多, 然後你看在當時的時候, 大家有拍到, 魏小禮的老闆都去了, 包括說像長城的老闆, 北汽老闆都去了, 所以顯然是全中國的車企, 也都在觀察這台車, 那原本一開始, 那你知道網路上還沒在直播的時候, 你知道在刷什麼嗎, 刷價格, 因為你號稱是這個性價比很高, 大家都原本希望說, 他能夠訂在二十萬人民幣以下, 就十九點九萬, 就一隊人打十九點九萬, 結果他公布出來是, 二十一點五九萬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一點點失望, 真的假的, 這麼便宜還失望, 各位, 但是因為他要跟這個, 因為我就講嘛, 大家都說希望是十九點九萬, 二十萬人民幣, 但是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滿便宜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一款車來說, 如果用這個二十一點五九萬來說的話, 大概是九十五萬, 你剛才提到, 他硬扛Model 3, Model 3大概一百零八萬左右, 所以他給他便宜, 然後他的, 你看他公布的一些數據, 續航力有七百公里, 然後充十五分鐘來說, 可以開三百五十公里, 那當然他不是只有標準版, 他有長序的這個版本, 續航力來說有八百三十公里, 然後售價是二十四點五九萬, 大概折合, 這個新台幣是一百零八, 就跟Model 3差不多, Model 3差不多, 然後還有一個Max Buy, Max Buy的話, 航程是八百公里, 然後售價是二十九點九萬, 這個大概是新台幣一百三十二萬, 那這個Max Buy比較特別是說, 他續航力當然都差不多, 但他在裡面來說, 他把它引擎的馬力加大, 把他的這個所謂馬達的馬力加大, 所以他的零百加速是兩秒鐘, 兩秒鐘的是什麼意思呢, 我跟這個保時節一樣快, 所以其實他雖然他價格很低, 你看他有什麼, 他的話數是, 你看我對標這個Model 3, 然後需要我的快速的時候, 我可以對標保時節, 所以等於他把這個調子拉的是滿高的, 那當然啦, 這個雷軍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坐這個車子, 因為他是說, 其實他過去一段時間, 這三年裡面來說, 坐車實在太困難了,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已經投了100億人民幣, 那未來, 對未來還要再燒100億人民幣, 但是你問他說會不會賺錢呢, 他說其實恐怕很困難, 因為為什麼連蘋果都賠錢嘛, 他都放棄了一個狀況,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降低成本, 他說他目前在北京蓋了這個工廠, 那在這個工廠裡面, 他是盡量把它無人化, 那無人化的過程裡面, 他需要有, 他說他在工廠裡面有700個工作的機器人, 同時在那邊,包括說像組裝, 噴漆, 這樣一個動作, 然後他就說他78秒, 76秒到78秒, 就可以生產好一台的, 這個小米的這個汽車了, 當然你還要做後續的驗證, 只是說他把它弄了, 這個76秒到78秒, 可以做好一台車, 他做那麼多, 他賣掉嗎, 對, 然後這個賣掉不知道, 但是他說, 因為他有一個重點是, 他要加裝所謂充電桩, 充電站, 所以他也說, 他也要做這個充電站的投資, 所以他未來幾年投資是非常大, 然後他目標是在未來15到20年, 成為全球的前五大車廠, 有沒有辦法達成, 當然我們看雷軍的能力, 但是他那個車, 大家評價好不好, 網友怎麼說, 目前評價還不錯, 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他就說, 他都是連雷軍這個性價比, 都說我是虧錢在賣, 而且你看那個價格來說, 其實也不算貴, 但是至少是, 交了第一批車之後, 大家才有感覺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他還說, 魏小禮這幾個人, 都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 很多魏小禮的員工就說, 我們的老闆對你有幫助, 你來打我們, 所以這個其實, 滿有意思的一些, 這個幕後的花絮, 那好, 但是對他有沒有威脅, 對他的營運有沒有威脅, 當然有, 現在主要原因是美國, 因為美國現在準備要, 對中國的電動車要提, 這個所謂, 懲罰性關稅, 從25%提到125%, 125%? 那同時間還要再額外徵收, 兩萬美金的這個關稅, 但等於是, 你不可能賣到中國去了, 不可能賣到美國去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事實上, 中國電動車最近, 真的是席捲全球, 你看去年最暢銷的20款, 裡面來說的話, 中國佔了16款, 然後其他是特斯拉跟福斯的, 這個ID系列的產品, 所以你看16比4, 這很懸殊, 而且2023年的時候, 他的市占率在電動車, 已經高達40%全球, 而且因為, 他電動車出貨非常好, 你看這幾年, 他的整個出貨, 所謂出口量, 已經是全世界第一, 他贏過日本, 車子的出口量, 他2023年出口200萬量, 然後2022年332萬量, 然後到2023年, 已經來到491萬量, 毕竟500萬量, 所以這個對他很重要, 所以習近平一直在說什麼, 薪質生產力, 這個當然會繼續給他扶持, 只是說扶持下去之後, 你還能夠燒多少錢, 這是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我們昨天在市場, 昨天在節目上講到的, 現在電動車的市場, 有一點點好像緊繃, 因為下個禮拜特斯, 他也要公布他第一季的交車量, 我們來看看他第一季, 交車量到底怎麼樣, 這也可以判斷出, 未來電動車整個的狀況, 那尤其是, 現在大家可能, 比他傾向去買, 包括說油電混合車, 或是說現在, 這個TOYOTA在強推的, 所謂輕能車等等, 這些後續, 甚至還有所謂的, 固態電池的這個車子, 都在後面等著, 所以對於雷軍, 或是對整個中國的電動車來說, 他們現在也只能夠, 這個算是怎樣, 頭都洗下去, 只能往前衝了, 那往前衝之後, 還是有非常多難處, 在前面等著他們, 當然就目前之後, 我們就看雷軍的這個SU7, 交車之後, 大家網民, 對他的反應到底是怎麼樣, 對這個他現在來, 這個公布了他這輛車, 其實你真的很難判斷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機點, 你以這個數據來講, 中國在全球市場攻城掠地, 但是呢, 現在已經開始變流血戰了, 你的車在這個時候端出來, 哇, 這真的要經過市場檢驗了, 好不過呢, 繼續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那電動車呢, 如果呢, 這種一般的房車, 大家可能會買的車, 現在也好像有一點市場, 好像來到一個停滯高原期, 繼續我們就帶你來看, 迷你小車車, 會不會是一個突破點, 好我們以前介紹很多迷你的電動車, 但都跟你講說在印度啦, 在日本啦, 在其他市場, 哎呀, 這輛車可以進台灣了, 好我們來看這輛車, 很可愛喔, 定價20萬, 你很難說他是貴還便宜, 他是前豐田的工程師, 他自己出來開的公司, 而且呢, 投資他的人有很多台灣廠商喔, 所以才說這輛三輪電動車, 很有機會進台灣, 據說啦, 他們自己規劃, 明年就可以在台灣路上, 看到這輛車, 這輛車看起來小小的, 裡面可以坐兩個人, 你可以在裡面喝咖啡, 好, 那這輛車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來頭特色在哪, 問問朱老師, 確實喔, 剛剛至於講到重點, 我們過去在節目裡面, 講了那麼多車, 看到觀眾都流口水, 都不能買, 台灣都買不到嘛, 可是這一台不一樣, 不只台灣買得到, 而且台灣將會是全世界首發, 先進台灣市場, 為什麼呢, 來, 我們先看到這台車子的來歷, 其實你看他是豐田工程師, 他其實之前在Toyota, 他就是這個部門的主管, 就是小車車的主管, 對, 早在2013年, 這台車就在日內瓦車展展出了, 都已經好了, 結果Toyota居然喊咖, 因為他覺得沒市場, Toyota覺得沒市場, 對, 所以明明都研發好了, 都沒有, 但是這個設計的頭子, 覺得不會沒有市場, 對, 他就覺得怎麼可能, 日本明明就很喜歡小車, 而且呢, 有一個統計數據,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一台車子, 請問你開車的人, 你一天有多少時間, 坐在車子裡面, 很少啊, 很少嘛, 然後呢, 再來, 你一台車子裡面, 通常都幾個人, 一個人, 對, 就統計數據, 全世界所有車, 包含的公用車, 平均有20個小時, 是停在路邊的, 是停在車庫的, 我到了定點, 我就停下來了, 對, 再來, 一台車平均乘坐, 只有1.3人, 所以你為什麼要坐那麼大車, 站得路的空間, 好有道理哦, 對, 所以他們當時的發想, 就是基於這一點, 所以你看這台車, 只有正常車的三分之一, 然後他兩座, 他其實還有單座版, 就是基於這樣子的考量, 想的都非常好, 車子都做出來了, 結果TOYOTA不生產, 所以這個主管, 當然就無准了說, 你不生產沒關係, 我跳出來, 我自己成立公司, 他自己成立公司, 他來生產, 對, 好, 那問題來了, 你要生產車子, 你要多少的錢啊, 對, 所以他就找上了, 台灣的這三家廠商, 你看哦, 所以三家台廠就是給他錢, 而且都帶有來頭, 六合汽車, 其實是福特在台灣的經銷商之一, 所以他們背後, 其實這個bug也很硬的, 那另外兩家我們都不說, 光這三家給了他多少, 28億日幣和6億台幣, 所以為什麼他要首發台灣, 你剛才也知道嘛, 給他錢在台灣, 廠商也是因為看好台灣有市場, 所以他引進, 所以這台車的規格, 我們就不一一去說, 而且不要以為我們說說, 他是真的已經在申請, 他這是可以掛牌上路的嗎, 是可以啊, 現在就有問題, 掛牌要掛什麼牌, 因為他是三輪車, 三輪車我們在以前也講過, 在台灣的法規, 對三輪車其實不太友善的, 所以你到底要歸機車, 還是歸汽車沒辦法, 就是這樣, 好, 那當然, 為了要進台灣市場, 他到時候一定是可以改嘛, 所以你看, 如果他未來如下預期的, 真的是20萬, 真的汽車族, 機車族都會被他打到, 因為除了雙座以外, 裡面有冷氣有音響, 不怕風不怕雨, 而且他的充電, 只要家用電就可以充電, 所以是9.7個小時, 但是基本上是OK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期待, 來, 再來看到, 講到剛剛講到日本, 日本真的小車好,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系列叫, K-Car, 如果油車來說, 就是600cc以下, 他們就會歸到K-Car, 那電動車的部分, 就是那種小馬力的, 日本現在最紅的, 就是這台Sakura, 可是這個Sakura, 也很奇怪, 看起來是, 山林所, 這個生產製造的, 可是其實背後是尼桑, 為什麼, 因為過去尼桑, 他們對這種小車, 覺得市場沒有很大, 我就給你比較小的小廠, 山林去生產就好, 結果沒想到, 這台車非常的紅, 在K-Car市場, 日本市占率高達42%, 所以日市場看到說, 不對喔, 請你幫我代工生產, 結果都被你賺走了, 那所以他決定, 收回來自己生產, 那當然這台, 我們在台灣是買不到, 但是呢, 再告訴你, 人家就是有市場嘛, 那再看到, Mini Coupon, 這個我們台灣就有機會了, Mini Coupon, 很紅, 我們都不用多說, 他現在呢, 要出一台電動版, 而且Mini Coupon, 如果你對他有了解, 他基本上就是個小鋼炮, 你看到小小一台車, 184匹馬力, 比一般我們的國產轎車的馬力, 是大一倍以上, 那290牛頓米, 真的是有夠力的, 那再來更重要的是, 他原本所有的元素, 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有一個最特別的, 他的車子裡面的那個, 內控的那個螢幕呢, 是圓形的, 好可愛, 你什麼時候看過, 其實裡面的螢幕, 不是要嘛正方, 要嘛就長方形, 他現在做了一個非常可愛, 整個圓形的, 超可愛的, 所以這台車呢, 而且一樣, 他充電其實很快, 他如果用75千瓦小時的, 去充電, 28分鐘就可以充電, 這不就是大家現在, 最擔心充電的一個問題嗎, 所以這台車呢, 售價其實也不算高, 以他這個等級的車, 所以我們其實台灣, 蠻期待的, 對, 所以這個很希望, 有小車進台灣了, 我們來期待一下, 那個電動三輪車, 什麼時候到台灣, 跟大家見面, 好, 我們帶你來看, 這已經是一個, 輝達的世代了, 輝達呢, 帶動了很多AI廠商, 你看台廠很多, 跟AI沾上邊的, 股價都飛天, 接下來一個新趨勢在這裡, 輝達直接呢, 去投資了一些, 雲端的新廠商, 直接要槓上四巨頭, 微軟, Google, Amazon跟Meta, 那他扶植這些, 新的雲端, 新勢力, 到底背後的邏輯在哪, 台廠誰可以受賄, 郭正哥, 對, 如果我們要研究AI, 就要看黃仁勳在做什麼嘛, 而且下一步是, 要往哪一個路走嘛, 所以他, 你看到他最近的動作, 就會發現說, 其實已經不是, 單單的晶片這件事情, 或代工製造, 他開始往AI的服務商, 做伺服器, 做軟體的服務進去走了, 那就一個蠻奇怪的事情嘛, 我們先來講, 雲端服務商, 其實國際大市場, 整個全球市場, 就被四大所壟斷, 包括微軟, 包括Google, 包括亞馬遜, AWS, Meta, 這四個人, 其實就占了全世界, 三分之二的市場, 整個其實全球市場, 都幾乎被他們壟斷了, 那其實連輝達, 也是要賣伺服器的晶片, 給他們嘛, 那為什麼, 黃仁勳往這裡面去跨, 跨境的AI服務商, 他到底要做什麼呢, 他要跟客戶搶生意嗎, 他怎麼跨進去, 他去投資了一些廠商, 做同樣事情, 對, 過去一年, 他講AI的iPhone時刻的時候, 也開始默默有些布局, 就走進去了, 就看到, 過去一年增加非常多的, 雲端服務商, 跟Google, 跟微軟, 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相當接近的, 你會想說, 奇怪, 他們已經做那麼大, 就稱霸前面就市場, 像Coway, 像Together AI, 那邊看, 我們看另外一本, 這些名字, 我們都很陌生, 這都是什麼公司, 你看, 其中就有三個, 其實黃仁勳是有投資的, 像Coway, 市值已經到2500億台幣, 也相當的驚人, 而且他本來是挖礦, 或做算力的, 裡面其實很多公司, 其實慢慢的看到, 一個新的趨勢改變了, 也代表說, AI走路了一個, 另外一個大的改變, 第一個, 其實不是所有的, 業者的起跑線, 都輸給了世大, 因為為什麼這些人趕進來, 發現起跑線, 大家都是一致的, 雖然這四大, 掌握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市場, 可是他們做AI伺服器的服務, 大家都是剛做, 剛剛開始做的, 甚至我們看到, 我們訪問到一些人, 其實他們會說, 黃仁勳投資這些公司, 甚至比微軟, 還要早拿到貨, 你就看到很多玄機了, 你要拿到好的, 運算的晶片, 其實反而是這些新秀, 已經比他更早拿到了, 因為輝達我直接, 我就投資你啊, 那我當然晶片先給你啊, 對,當然, 看採購條件嘛, 可是發現, 其實也這些業者, 其實起跑線, 並沒有輸給世大,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破口出現了, 第二個破口是, 世界各國都有所謂的, AI主權在裡面, 他不希望自己的AI伺服器, 或AI運算算力這一塊, 被國際大頭給壟斷, 因為他們其實全部都是美國嘛, 對, 事實上每個國家, 都希望自己擁有AI主權, 自己在佈置伺服器, 跟雲端服務的時候, 其實是擁有自己的話語權, 甚至設備是自己買自己採購, 甚至扶植自己的業者, 所以AI主權這個詞就出現了, 而且也正在做, 那變成黃仁勳講說, 他是AI的代工的台積電, 這件事情是事實的, 這個破口移下去, 這些新秀有機會去扶植, 這些新的國家新的運用, 變成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那第三個破口是中國商機, 那有趣的, 我們就講一個實例, 雖然中國就被美國限制, 不能買黃仁勳的晶片, 或NP的晶片, 或世界各國晶片, 可是你既然買不到, 除了自己做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那我不如去買算力, 買算力, 什麼叫買算力呢, 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以前有個挖礦業者, 很有名叫比特大陸, 那他現在的共同串辦人, 就跑到新加坡, 開了一家叫比特小陸, 小陸亂撞那個小陸, 大陸變小陸, 跑到新加坡去, 然後小陸亂撞那個小陸, 不是大陸那個大陸, 因為還要稍微避險一點, 所以跑到新加坡之後, 我們也看到, 他確實能夠買到, 黃仁勳降階版的晶片, 然後也投入所謂的, 挖礦這個服務, 那也變成提供算力的服務, 變成是賣算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不能買今天, 我就買算力一樣嘛, 是不是, 對, 所以中國商機也會浮現, 就是我比特小陸會出來, 以後寒武技, 寒古技也會出現, 類似這樣業者, 就會出現在新加坡, 或其他國家, 一樣買的是黃仁勳的, 伺服器或AI的浮力, 算力, 那這個貨口出現了, 所以新秀一個就浮進來了,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這個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黃仁勳花了, 十二年, 那為什麼還要說, 它未來還要成長到, 一百兆美金, 然後會甚至成長營收, 成長一千倍, 那台廠的機會就來了, 它其實一路走, 走到現在, 我們看到2022年, 其實Open AI Chip GPT, AI的浪潮起來了嘛, 可是它往下接的時候, 就有一件事情, 就會慢慢發生了, 過去我們在談, 所謂的Wintel架構, 微軟加Intel, 或是到了手機, 有Android系統, 或蘋果的IoA系統, 那它開始往這段, 整合的時候, 往下垂直, 除了台灣的這些, 晶片供應商之外, 它開始做AI各種服務的時候, 自動工廠, 或各種AI運算的東西, 例如機器人, 工廠自動化, 甚至未來整個交通服務, 台廠跟它的結合, 就會變成是, 一個新的很有趣的遊戲了, 所以不只是買晶片, 可能工廠裡面的, 機器人是台灣提供的, 甚至它的晶片, 眼睛, 也是台灣提供的, 到了工廠自動化, 也已經提供的, 甚至以後無人車的, 整個駕駛系統, 也是台灣提供的, 所以它已經跨到了AI的服務, 甚至以後, 有一個新的運作系統出來, 叫NVIDIA的架構出來, 所以股市只是晶片業者, 可能是Wintel, iOS, 甚至叫NVIDIA架構,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